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大黄家吗 我是大黄的妹妹 妹妹 我怎么没听大黄说过 她有个妹妹啊 这不是一直没在家吗 大黄在家吗 在在在进来吧 坐 大黄大黄你出来一下 怎么了 你看谁回来了 谁啊 哎呦 妹妹 哎呀 真的是你吗 我没看错啊 哎呦 你怎么还肚上拐过了呢 是啊 你这个腿怎么回事啊 你只有嫂子吧 都怪我 离家出走这么多年 离家出走这么多年 连我哥结婚我都不知道 可是 我在外面这么多年 也没有挣到钱 妹妹啊 你在外边 应该给我等你鼓吧 走 哥带你买两件衣服去 哎 哎大黄 你也不看妹妹这腿不方便 还去买什么衣服呢 就不能让她休息一会儿啊 行行行啊 哎 妹妹啊 你看 你也出去那么多年了啊 你这腿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我这不是想多赚点钱吗 没想到一着急 就摔倒了 到现在的还没好 那你去医院治疗了吗 这腿 还能治吗 医生说我啊 这个年纪 康复几率很高 但是做康复治疗 要用好多钱 我就放弃了 管帐 我在那边 没什么好留恋呢 我就回来了 哎呀 不是我说你 这腿怎么能不治呢 哥有钱 哥帮你治啊 是啊 我们家里还有多少钱 拿出来 给妹妹做康复治疗 哎呀 嗓子不用啊 好了不要掉了 我们有钱给你治病 你放心吧啊 哥 哥 我回来就想看看你们 没想让你们帮我治腿的 哎呀 你是我妹妹 既然你都回来了 你有病 那我可能要帮你治啊 要不然别人 怎么收我呀 大黄 大黄 好吧 卡尾拿上 我们走吧 哎呀我不去了 哎呀 不要说了 我们走吧啊 哎呀哎呀 我跟你们说实话 我的腿是好的 真的 那你 走两步试试 您看啊 我的腿真的没有事 一点事都没有 我就假装残疾 想试探试探你们 我挣不到钱 腿又有毛病 你们会不会嫌弃 赶我走 哎呦 我是你哥 怎么可能赶紧走呢 还试探什么呀 这这都快吓死我了 错了哥 其实啊 这些年 我在外面开了个小公司 也算挣了点钱 你挣的钱 那都是你自己的 既然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那我们出去吃顿饭吧 是啊 趁你这次回来 我们去吃个桃圆饭 行 走吧 我们去吃个桃圆饭 去腿